三年没有回国了 现在也要计划着回国了 最近看到一个消息 美国到中国的航空公司 增加了一些航班 增加了航班实际上还是差了很多 以前是一个星期都300个航班 现在一个星期24个航班 所以这机票的价格 你要说想下来真是下不来的 我这几天就查了一下航班 大概就是六月中旬 大概是多少钱 直行的呀 那都是差不多折合人民币 都得三四万块钱 如果说是从其他国家转的话 大概要一两万块钱人民币吧 我说的这个价格还只是单程的 那跟疫情之前呀 我买一张机票 那时候回国那个机票 来回才算下来 三千多四千人民币 真是便宜的标标了 但现在这个价格 可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回来 真是难 现在你说吃的这西餐吧 就是特别特别想着啊 国内那些小吃 你要是不动这个回国的这个念头吧 还罢了 你这一动回国的念头啊 就特别想着 哎呀 以前每次一回国嘛 早晨起来 我都会去到外面的菜市场 去吃早餐的 哎呀 那个香啊 每次回国啊 就是什么 吃感觉特别特别的香 准备回去了 现在在准备了 具体哪一天呢 还没定下来 定下来就要买机票了 嗯 嗯 嗯